我们活动一齿的支架主要有这几类 第一类就是骨骼合金支架 这占了很大的比例 还有一类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纯钛的金属 纯钛有许多的优点 因为我们的口腔使用的金属材料 分贵金属 也就是有这个高含量的 80%以上金含量的贵金属 还有60%左右的贵金属 然后有键金属 也就是我们的骨骼合金 当然一旦池点内把这个纯钛 它归于贵金属和键金属之间 纯钛这种材料生物相容性很好 跟组织相容性是很好的 所以它呢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密度小 这样的话呢同样体积的金属支架 钛金属支架呢就质量轻 重量轻 对于一个活动意识来说 特别是上合活动意识 它的重量也就是说 意识本身的重量是不利的因素 是一个脱位力不是固位力 所以一尺越轻 对这个对患者来说是越好的 所以纯钛支架最大的优点 也就是它的密度上 它的密度小质量轻 但是呢它也有自己的缺点 为什么呢 它的铸造不是很容易完成 所以它的呢容易出现一些杀眼 来影响钛支架的一些强度 特别是它的卡环 卡环的弹性比较小 卡环的弹性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一些支架进活动意识里边呢 纯钛用的呢还是比较少 纯钛主要用于全口意识 不带卡环的这个寄托 寄托这个是它最大的使用的地方